大家好,今天是6月6号了 我这里是丹东奉城的轰击镇 我们自己家的农家小院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做了最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我们这里目前现在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良好 可以说是已经陆续的复工复产了 我们镇子上的这些店铺也都在有序的一个开放 我们的农耕、农产也都在有序的一个进行 所以说我们这里不管是购物还是生活 现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 这两天跟我们丹东还有东港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们表达了说是特别羡慕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 他们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整个丹东地区 包括丹东市内的散区 还有我们东港宽店的封城 我们是一个整体 如果想真正的恢复一个正常生活 只有我们整个丹东地区全部解封了 然后我们的快递可以通了 我们的道路也都畅通了 还有就是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到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恢复到了正常一个生活 所以说我们丰城现在和丹东、东港还有宽店的 我们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都在共同地期待 期待我们丹东能够早日的解封 其实今天我拍这个视频 主要就想跟大家一起聊聊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就是高考 今天是6月6号 往年这个时候很多高中都要变炮齐名 锣鼓宣贴把自己的考生送到考场 但是今年由于特殊的情况 可能是这样的场面应该看不到了 而且今年的考场应该比往年更加的冷清 以前考试的时候很多的家长要到考场外面来陪伴 而且也有一些家长要穿上旗袍 然后陪着自己家的孩子 预祝自己家的考生能够期开得正 今年这样的场面可能也看不到了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虽然这个考场比较冷清 但是大家的这个祝福绝对不会少 因为说今年大家都挺难 但是作为这个应届的这个高考生可能就更难 他们要在这个家里边上网课 这对孩子的这个考验确实说是不小 十年寒窗 今年可能要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 自己走进这个考场 虽然考场略显冷清 但是我相信不但是家长 我们全市的人民都会为你们送上一个浓浓的祝福 希望咱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 超常的发挥 都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虽然考试的时候考场略显冷清 就是希望在发榜的时候 我们担当中都能迎来更好的一个消息 让我们全市的人民跟你们一起来欢呼 最后也在这里预祝咱们全国所有的考生 都能够考一个好成绩 考的全会 梦的也全对